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看不到未来 也碰不到现在 但是没有规划的辞职就等同于逃避 而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痛苦可以用逃避来解决 一个合格的职场人即使辞职 要学会权衡利弊 分析得失 长远打算 否则你只能从迷茫 跳进焦虑 从痛苦 跳入危险 道圣和夫就曾告诫世人 验了一份工作 先不要辞职 而是先看看这几句话 问问自己有没有辞职的资格 没有一份工作是不委屈的 看过一个观点 说年轻人之所以离职率高 是因为与工作创造的经济价值相比 他们更在乎其中带来的情绪价值 所以同事处不来 领导训两句就会一怒之下把他们都辞了 但是年纪越大越会发现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份工作是不委屈的 你所拿的那份工资里本身就有一份委屈费 影视剧《我在他乡挺好的》中 乔西辰就是一个典型的社畜 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一家咖啡公司实习 攒钱买了高跟鞋 却因为临时外出任务弄断了鞋跟 好心给同事帮忙 却因为过于专注被独自关在了仓库 即使经过层层筛选 好不容易转正了 委屈依然源源不断 跟着前辈去参与竞价 却被诬陷和竞争对手勾结 险些丢了工作 好心照顾新来的后辈 却被对方当成随手使唤的小弟 帮加班 帮点外卖 却不落个好 搁着别人啊 早被气离职好多回了 但是乔西辰却从来没有动过离职的念头 虽然也生气 虽然也委屈 但他更在乎这份工作带给他的价值 他明白自己努力工作是为了留在北京 是为了完成梦想 其中当然会有一些阻挠 或有一些糟心事 但是与长久的规划相比 短暂的委屈根本不是什么大事 与未来的人生相比 一时的受气根本不是什么问题 成年人的世界放弃容易 坚持却难 但能成事的人都比别人多了一份度量 一份心胸 一份自愈力 如果没有了工作 你能撑多久 离职第一天 白白了您呢 离职第二天 躺平舒服 离职一个月 焦虑 不安 慌张 离职三个月 好工作好难 离职一年 淡尽良绝 辞职一时爽 爽完火葬场 这是很多人辞职后的新生 辞职的确是一件想想就很爽的事情 但是辞职却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 没有收入 社保断交 能力退化 所以在你离职前 一定要问问自己 假如你不工作了 还能有源源不断的收入吗 博主黄飞扬描述过自己35岁 辞职后的生活令人唏嘘 人生过半 想给自己自由 所以他选择了在35岁生日当天辞职 他也不是没有想过后路 甚至还给自己铺了好几条后路 但就是结果不如人意 做博主 每天绞尽脑汁更新头条号 月收入600 短视频是风口 脚本拍摄剪辑发布 月收入0 投资美妆生意 亏损3万 接过姨妈的一波 投资了两个小工程 亏损17万 这和他幻想中的人生 差距大相径庭 甚至觉得自己99%的努力 似乎都白费了 但人生就是如此 你可以选择自由 但必须承担自由的后果 所以想辞职了 你必须要问问自己 离开了这里 你还有别的出路吗 离开了你看不上的工资 你还有其他收入吗 如果成其负收入 你还有生活的底气吗 人在职场 与其内耗 天天想着离职 不如多给自己增加一份收入 与其摆烂 天天想着得过且过 不如多给自己提升一份技能 这样至少还能让你感受到 金钱带来的底气 至少还能让你有 逆风翻盘的机会 第三句话 你是来上班的 不是来交朋友的 很多人想离职 还有一个简单的原因 就是与同事不合拍 与领导不同路 但亲爱的 你大概是忘了 工作单位 是让你来上班挣钱的 而不是来交朋友的 很多时候 你们要共担的是责任 而不是情意 当你把两个东西混为一坛 迟早是要吃大亏的 作家张良济 讲过这么一个故事 他有个读者小A 最近因为和同期关系的问题 萌生了离职的想法 小A和小B是同期 一起通过校招 进入了一家500强企业 一开始 两人上班下班 整天腻在一起 吐槽遇到的委屈 分享碰到的欣喜 但好景不长 年终的一次考核 两人都有升职的机会 他俩心中也明白 其中一个人过关了 落选的人 心里肯定会有疙瘩 但他没想到的是 小B竟然因此 开始远离他 不和他一起进会议室 不和他一起 讨论工作进度 甚至有一次 在工作中犯了错 还在公开场所 把锅甩给了他 小A想 自己之所以留下来 和小B的鼓励 有着分不开的关系 现在闹成这样 不如离职算了 但小A却忘了 他是因为工作 而结交的小B 而不是因为小B 才需要工作的 人这一辈子 我们会遇到 各种各样的人 有的人相识 是因为情意 有的人相交 是因为利益 而在职场上 你碰到的人 是要和他们 共同去完成 一个目标的 而不是要和他们 在人生路上 彼此扶持的 所以在挣钱的地方 就不要想着 找什么情感慰藉 同事关系处好了 可以是携手奋进的伙伴 即使处不好 也没必要影响 你的心情和人生规划 私人问题避而不谈 工作问题公事公办 举手之劳 能做就做 论功行赏 有一说一 才是你与同事之间 最好的相处模式 第四句话 你拼命想逃离的地方 正是别人挤破头 想进去的 世界很大 我想去看看 2015年4月 河南实验中学教师 顾绍强 留下一封辞职信 转身离开那座 生活了将近35年的城市 随之火爆网络 他去了大理 重庆 成都 杭州 甚至在路上遇到了 自己的爱人 这引得无数体制内的人 春心蒙动 想要离开浪浪山 去看看更大的世界 但不是所有的人 都会那么幸运 网友落寞 就因为想再闯闯等原因 从工作了五年的 事业边中离职了 但是离职后 他发现 自己在稳定的地方 待久了 自己竟然没有一技之长 再找工作很难 再想考边更难 而他原来的岗位 却依然有成千上百的人 去竞争 其实在一个地方 待了久了 我们很容易看到 当下的问题 忘了曾经的追求 毕竟你选择入一行 肯定是看到了 他的远景 里面可能是你的梦想 也可能是他的优势 但随着 琐碎生活的堆砌 我们可能 都被搞得一地鸡毛 满眼疲惫 而此时 你要做的 不是立马辞职 而是冷静分析 自己想追求的是什么 自己的能力有多大 要知道 你拼命想逃离的地方 也是你曾经 挤破头也想进的 否则当你回头时 才骤然发现 考边比赚钱还卷 上岸比下海还难 工作啊 的确有千般不好 万般无奈 但是它也是我们成长中 必不可少的 它既是面包的来源 也是价值的体现 它既是能力的增值 也是梦想的试炼 所以当你委屈了 当你难过了 当你憋屈了 当你不悦了 千万不要立马辞职 而是要问问自己 这里解决不了的问题 下一个地方能解决吗 这里实现不了的价值 下一个地方能实现吗 这里挣不到的钱 下一个地方能挣到吗 或许 你怎么选择都没错 但一定要尽可能提前谋划 减少后悔 愿你可以安于益于 一可逐梦天涯